現場燒得一片焦黑 天花板還是有濃厚 白煙不斷竄出 消防人員拉起水線 持續處理殘火 就怕有地方沒注意到又忽然 這裡是新北市板橋區 朝中街一間馬場 今天凌晨五點多發出國警 消防貨包到場 發現起火出是廠內的鐵皮屋 怎麼會無故起火 老闆一家人也一頭勿水 你過來看到的時候 是有機會要燒到它 可是那時候消防隊員還沒來 假如是早一點過來 可能還有些 現場上到狹小 消防車難以進入 因此耽誤救援的速度 雖然沒有人傷亡 我們到的時候已經全面燃燒 右邊的馬場 其實他們把馬束散出來 有一隻馬在裡面 也不幸地死亡 但是場內一隻價格五百萬 名叫王子的馬 不幸死於這次火警 民眾說很多人都認識這隻馬 因此感到相當惋惜 當下還有一隻狗不幸離世 和停車場的一輛汽車受到波及 初步估計燃燒面積約100平方公尺 詳細的起火原因還要再進一步調查 三輩 Prepован 防車 遵守